记者王寒平台南报道,白河玉峰木棉岛今续涌入人潮,但有游客反映,农特产区公厕设在滩区最前面,人来人往可看尽公厕,有点尴尬,建议音设滩区最后面隐匿点叫好。 梦棉岛花季活动昨日揭幕,虽然花开景月雾六成,惊人有大批游客前往赏花,梦棉岛旁规划舞台区,社区农特产展售,但农特产区摊位前,舞台区旁就设有公厕,虽以逐离为企,但往来看区游客还是不经意就可看见男生如厕情形。 有游客表示,公厕设设置地点容易找到,标示清楚,但农特产区多饭受吃的东西,有些是现场料理还没逛滩区就经过公厕,感觉怪怪的拍照时整个景观也显得突兀。 有摆摊的社区认为,公厕如能设在摊区,最后面游客来回公厕行经摊区机会增多,对提升商机也是好事,如果可以稍微调整也是不错的建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